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 我跟你講 西方的女生就對我們的亞洲女性 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對不對 像銀針 你去那個瑞士念書的時候 他們對你會有一些 什麼樣刻板的印象嗎 沒有 不要這樣子 因為要介紹來賓了 不是 讀書的時候確實沒有 但後來長大的時候 確實他們對我有一些刻板印象 長大會對你有什麼印象 這表示說 少林寺換新服裝 對不對 對 因為這幾年 像我去美國對不對 都是帶Emma去遊學 對 那Emma因為今年 夏令營 對 Emma因為今年11歲了 對不對 那大家看到我這個美貌 他們都會說 你應該是自己一個人來吧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帶小孩來夏令營 他說你有小孩 我說對啊 那你幾 到他小孩幾歲呢 我說他11歲 他們全部下歪了 蛤 他們看到你 然後又看到11歲的女孩都下歪了 對 什麼個下法 他們就說 真的歪了 到底要胡鬧到什麼時候 好啦 胡鬧 蛤 該去做早課了 他們真的下歪了 因為他們覺得都 亞洲女生的那個年紀 看起來就是比較小 看不出年齡來 對啊 夏令營也看不出來 好像又95歲了 什麼才95歲 神經病 硬朗的很多 對啊 亂講 所以說真的 因為亞洲女生看起來年紀都比較小 對 對不對 那但是看到你 然後覺得說有11歲的女兒 這很match的事啊 並沒有 並沒有 你看像璀璨說 她19歲 大家也下歪了 對啊 你19歲嗎 什麼意思 你今年幾歲 24啊 24歲 是不是也歪掉 你覺得我年輕的 怎麼會這樣啊 但是你說 你說你24歲的話 24歲的話我會相信 是不是 我都一直以為你25左右 是不是 真的喔 所以你不知道我有個11歲女兒 不知道 我而且不知道 對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有個30歲的兒子 差不多吧 你剛剛 你剛剛 你剛剛這樣是什麼意思 差不多了 你要奧的來啃談一下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被說沒有美感像阿婆 今天就要來大反擊了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什麼像阿婆 她對面以為亞洲女生溫柔可愛 沒想到一切都是假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有嗎 人常常會被新奇的人事物所吸引 而亞洲女人對於老外來說 就是如此 今天就來探討這些外國人們 她們對於亞洲女人 有哪些刻板印象呢 你們外國行男們 在對亞洲女生 在跟我們相處是不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意大利傳統來說 絕大部分的意大利人對女孩子 我說亞洲的女孩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不懂Fashion 不懂流行 然後穿得亂七八糟 我們義大利文甚至有一個說法叫做 倒胃口穿法 倒洋穿法 蛤 對 但是我必須要好 像你 我必須要好好的解釋 因為亞洲 畢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州嘛 對不對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國家地區等等 所以義大利大部分 像到亞洲會像到什麼呢 就是日本 那義大利有很多日本的歐巴桑 他們的穿法確實很獨特 例如說他們穿白色的襪子 然後搭配那個夾 那個叫什麼 夾腳鋪 對 夾腳鋪 就是一看就會倒胃口 一看就會倒癢的那一種 那因為這件事 然後我們後來就覺得說 大部分的亞洲女孩子都會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義大利人的不是 是我們沒有文化 我們沒有知識 因為我來到台灣之後呢 我反而發現 你們比我們還懂時尚 對 那就對了 欸 台灣有很多很多 義大利的名牌 我義大利朋友 他們從來沒有聽過 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真的假的 那有一些是山崽板 義大利根本不存在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 義大利 也許義大利還沒有崛起 然後反而來到台灣 找到一個很棒 會吃香 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所以呢 其實我們義大利 一堆女孩子的刻板印象就是 沒有美感像阿婆 蛤 原來這句就是她講的 那這現場三位亞洲女生 應該不會吧 對啊 她是說日本人啦 不是說我 對 我們沒有穿夾腳拖 沒有穿襪子 又穿夾腳拖 我可以講一件事嗎 我剛進捧的時候 我想說 哪一位 哪一位 直接說 我說我 就奇怪 台灣的電視這麼可能 允許一群未滿18歲的女孩子 來露營 我覺得你真的多了 真的 不是 你看 因為我話話我比較了解 所以我知道她今天19歲了 所以還好 可是其他兩位 我想說 怎麼可能 未滿18歲 怎麼可能可以來露營 是不是 妳那個帽子是有怎麼樣 戴上去就可以講謊話 是不是 好開心 對啊 開心 對 那妳覺得呢 妳的觀察 大家對亞洲女生的刻板印象 來 我先 光臉又細眼 因為我老公他法國人嘛 所以我遇到很多法國的那些朋友 就像你對我們感覺一樣 我們對歐洲 歐洲就是也很大一個州嘛 只是有義大利啊 什麼什麼法國在那邊 他們對我們的亞洲人印象 就是一定也比較細細的 然後臉很寬 然後最好是鼻孔朝天那一種 就是很長得比較 原始以前 那是我媽媽那一代的 他們就覺得 那樣子是比較原汁原味的 東方女孩子 可是他們來到台灣 繞了一圈之後 他們發現到 沒有這麼回事 外國男生是不是看東方女生啊 你可以問一下駐泰代表啊 我跟你講喔 但是我想一想真的有道理 你真的越穿越像泰國街頭少女 哪會啊 我跟你講泰國啊 那個 有些那個 而且是白人 很多白人是年紀比較大的 或許我可能是已經 跟老婆離婚了 或許就是老婆過世那一種的 然後他來到就是在那個 泰國娶老婆 或許就是 夥伴 對 每一個的 就是老實說 我們亞洲人看到 怎麼會這樣 老實說這樣子 所以 美感不一樣 對 老實說真的是這種感覺 就哇 可是外國人的感覺好像都是那樣子 但是不是看到像童彤這種大眼睛的啊 我會覺得那個是不是亞洲人 你這個就不出去了 有很多外國的外國朋友 那他是哪裡人 我之前不會覺得 我現在當然會知道 就是他是亞洲人 但是之前我可能會覺得 就是跟白人跟亞洲人 因為我們的音響中 就是每一個台灣女... 就是亞洲女生 都是眼睛都是這樣子 眼睛很小啊 你看像花木蘭 卡通裡面的花木蘭 LUCY LOO 對 我小時候就是印象中 每一個亞洲女生 都是長得跟LUCY LOO 一模一樣 對 我來亞洲之前啊 我跟很多朋友啊 在瑞典我們對亞洲女生的這種 刻板影響 就來自漫畫跟動畫的這種 那我們那邊就是覺得 應該亞洲女生都是 宅女 那就是因為都是 那種漫畫動畫的那種 所以我們就是會覺得就是 那種不是很宅女啊 可是我來到台灣 我就發現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說真的就是我覺得 亞洲女生很會打扮 然後化妝啊 然後就是弄得很漂亮 因為每一次你去 我來到這邊 沒有 因為我先到日本 我來到日本的時候那時候 然後我就是去逛街啊或什麼 我發現街上每一個女生 都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就是有化妝 連年紀小的女生也都是就是 很會打扮 然後除了這種之外 我也是覺得 他們很就是懂得享受生活啊 懂得玩樂這種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些朋友要出去 我們要出去玩 然後他還要約他的一些 銀行的一些同事朋友嘛 然後我們就是 從大概下午三點就開始嘛 我們先去了一個pool party 然後我本來就以為 到那邊可能就大家都會 穿得那種很保守的那種 那種泳裝啊或什麼的 對 可是到了那邊我發現 每一個都穿那種比基尼啊 然後我就很辣 然後還有自發 而且衣服都是這樣撕開的 沒有啦 變裝 差不多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pool party結束 我們還去吃晚餐啊什麼的 然後繼續轉去酒吧啊 然後繼續喝 然後就到了一個 就是我又忘記 就是看來就是那種12點左右 我就覺得 晚一整天好累喔 我就想說可以結束了吧 要回家休息啊 打個電動啊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 你是白人宅男嗎 就是回家打電動啊 你不知道嗎 就是沒有天亮 我們不會回家的 哇 然後我就覺得 哇 真的好可怕喔 真的耶 那個你講到就是一個 我也是最近就是那個 我的一個客人 就是我酒吧的客人 你的客人 那就是 他是 就是在巴蹦夜市那邊 不是不是 四名大道 四名大道 他很厲害 每天來喔 而且喝到我 就是我們要大概兩三點關門的時候 還在 所以你嫌他煩 蛤 沒有 他是很好的客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日本人 亞洲人 確定今天要玩到 就是今天要玩到底 我也是 我可以玩到 那麼多次 那這就是 你 我可以玩到 那就是 我可以玩到 那就是 我可以玩到